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请问议题访问空中大学商学系讲师 吴贝山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吴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老师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新一次降准 是从15号起实施 调降人币存款准备经历率一个百分点 人行这次宣布的原因何在 老师您的观察呢 关于就是人行这一次的降准 就是要看一下整个中国经济环境 因为它的降准其实就是指 它调降人民币的存款准备经历率 因为中国经济近期的成长率呢 是处于比较放缓的一个程度 那它的那个放缓程度又远高于市场 还有专家的一个预估体 所以人行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主要目的就是要去促进它的一个流动性 那其实随着今年9月27日 在升息一马的时候开始 其实市场上的分分预期都会想说 人行并没有跟着升息 那它在今年降准的一个几率 其实就很高了 那降准就是它的一个存款准备经历率降低了嘛 那其实存款准备经的利率是 各金融机构之间是用的一个利率 那也就是为了它要去保证客户 它可以提取它的存款跟资金清算 确实都可以提取而做的准备 所以今天各金融机构放在人行的存款越高的话 其实就代表它的那个准备经率 其实是越高的情形 那我们看今年以来 人行都有一系列的定向降准的一个行动 因为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在早期 它是很少去调降它的一个存款准备经历率的 就是最早开始是在2011年开始12月 它有首次调降一次之后呢 隔年的2月又一次 然后再来就是到2015年了 紧接着就是2016年也有一次 那中间呢就没有一直到今年 今年却调降了十次 从1月开始到最近这个月的10月15号 它都间歇性的从0.5个百分点 然后或者是一个百分点在做调降 所以今年度的人民币存款准备经率 调降的就第四度调降一个百分点的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对中国大陆的一些 像是大型的商业银行啊 或者是那种股份银行 或者是像是地方性的城市的商业银行 或是农村的商业银行 都受到蛮大的影响 还有外资银行 因为这些银行都是在 他们是用调降那个存款准备经历率的 那个银行范围内 那为什么人行这次 会有这样大动作一个动作 除了刚才讲的经济泛黄之外呢 其实从中国大陆的一个先行指标 就是它的一个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标准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 其实上个月份 它的那个官方的PMI指数是 再次的萎缩是到50.8 那远低于预期的51.2 如果是以中小型名企业为主的PMI 其实上个月份也结束了连续15个月以来的扩张 所以可以显现中国大陆在制造业的一个循环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出口订单 也降至2016年2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 所以种种这些先行指标 其实都在在显示出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有一个下行 就是向下走的一个压力 非常谢谢吴佩珊老师您的解析 那这次降准可能会产生哪些下行 可能会他们经济成长率会比较稳定吗 或说来救他们经济 老师您的看法呢 要如何以制造的措施 让它经济可以比较稳定吗 那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经济 它为什么在进去会放缓 其实有一个蛮直接 蛮大的影响就是那个中美贸易战 虽然它只是就是两国元首之间 他们不论是就政治因素 或是就经济因素 或是单纯就首长的一个形象 或地位所释放出来的这样一个政策讯息 但其实它对于两国经济 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从这边来看的话 美中贸易战 其实它对中国影响比较大 还是美国影响比较大呢 那我们看这次人行的一个降准 对市场的一个效益产生来看的话 其实以中国人行降准 它的这次定向调控的降准 其实是一个总量维持基本稳定的一个条件来做 所以它的那个总盈根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市场上的利率其实它是稳定的 那就是可能在金融机构间的一个准备金率 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它的一个条件措施主要就是因为要去应应那个经济放缓 因素而去促进市场上的一个流动性的增加 那如果市场性的流动性增加的话 就可以去减缓 中国大陆目前它国内的一个股市 还有会是有比较大波动这个震荡的这个压力 那有另外一方面来看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除了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影响之外 再来就是美国那个联总会的一个货币政策 它是一直朝申请比较快的一个步伐在前进的 那以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 就是市场的实质利率啊 正在一个快速的增长 因为申请还有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因素 就是以那个十年期的那个国债利率来看的话 其实有回到3.7%的水准 在这个数据指标其实它也弱着市场流动性 它的一个减速 对于经济都有一个稳定 我其实是不利的 那中国人才会透过降准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预期效益 带来一些间歇性的影响 那其实它的市场效益的影响会有什么呢 第一个如果调降存款准备利率 它会影响的就是一个货币供给人的增加 因为那个存款准备利率 它其实是指出存款准备金站存款总额的一个比例嘛 所以当这个利率下降了之后呢 其实间歇性就代表说存款总额其实是会增加的 那存款总额增加的话就代表市场上货币供给额也会增加 所以在货币供给额增加的话 货币层数的一个变大就会指定的货币基础会一直的增加 所以它的那个货币供给额就越来越大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影响就是降准对那个利率水准是会直接有下降的影响 市场资金会因为货币供给额的增加相对扩张 所以当今天市场资金扩张了之后 你看去资金的流通性就会变得比较大了 那变得比较大之后那个借贷的一个利率水准 市场的一个利率水准就可以会变得会跟着下降 会间歇性的引起市场利率的下降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银行之间的成本跟利落 会比较相对有利的 因为降准之后会减少银行的资金成本 所以当银行之间的资金成本减少情况之下 对银行的利率就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所以随着近年来的一个金融自由化跟金融创新的一个快速发展中 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广量吸收资金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广量吸收资金的情况之下 或许存款准备金利率的一个影响会渐渐比较消弭了 但是呢中央政府其实他还是可以进阶 透过那个存款准备金利率来对银行课征一个税幅增加 那让他的一个经营成本增加 所以也是会有一些对于市场上 尤其是金融机构的一个资源的影响 非常谢谢吴佩珊老师详细的解析说明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空中大学商学系讲师吴佩珊 针对中国大陆人行15号起调价 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一个百分点 这是人行经营第四度降准释出了哪些的讯号 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针对其他影响面下 还有另外美股上周暴跌的引发全球股市震荡 每次美股中处有哪些需要关注焦点 节目稍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光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坦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黄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 向台湾之光 穿透世界之窗 是阳光 向身影脂肪 环绕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空中大学商学系讲师吴沛山 吴老师来我们解析 中国大陆人行15号起 条价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利率 一个百分点 这是人行今年第四度的降准 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观察解析 人行今年第四度降准 释出了哪些讯号 而且第四次降准 幅度是达到一个百分点 它降准的一个百分点 我们以标识式的一个金额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当它降准一个百分点的话 在现阶段的那个中国大陆的市场上 其实它是会 释出7500亿人民币金额 到银行体系 这意思是说 银行之间它有可以准备给 一些民众一些 或是其他人放贷的一些金额 就会更增加 会多了7500亿人民币 那其实以现阶段的中国大陆的那个金额放缓来看的话 经济放缓之后 其实那个中国大陆的投资也能的减弱 那股市也是有比较低迷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就是中国大陆本身国内的一些高成长的企业 或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 它有其实都有蛮高的一个债务 还有经济出现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问题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影响 美国又一直升级 那如果其实中美贸易战它没有去改善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应该是会非常大的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小企业 在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今天这样准的7500亿的人民币 其实就可以去解决中国大陆中小企业 就是会比较有融资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钱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影响 就比较会像是一个救命单这样子 那也就是间接的可以去改善中国大陆 它的一个比较衰弥的一个经济 那其实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警示衰退 北京政府它也提出蛮多的那个措施 因为从我们在相关新闻中所看到的 它常常就会有一些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可以去感感 就是那个财务上的去感感的力道 然后甚至也可以进一步的再去 让那个中国大陆媒体现在一直出现的 负面的那个经济消息一直出来 它也要想办法去压低这样的一个消息 所以其实人行降准 它提出次度降准的这样的一个出路 其实很明显去释放出来的讯息 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状况 真的好像真的很不好 那它降准的一个改善 想要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商业银行而言 它会有两大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提供出 比较多的一个长期稳定资金 给那个商业银行 给做小企业使用 第二个就是银行的一个成本降低 进而使得银行的利润可以增加 那在这样子的一些那个银行 商业银行它的一个融资成本 就会比较降低 那也比较可以有多的金额 可以去做那个放贷 那市场上呢 就是可以减缓那个中国商业银行的 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那这是一些市场上的讯号 那其实另外一个讯号 也是在联准会升息的 就是前阵子升息一码的这个讯号 因为它升息一码之后 加上中国大陆前几个月的一个 流动性风险的增加 还有关于市场金融稳定的一个加强 那他们主要是要去减低那个违约上升 违约风险上升和企业投资下降 这样的现象 所以不论是在降准或是 那个费的升息 所引发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 就是比较不利的一个现象 这些其实释放出来的讯号都是 中国大陆为了要去刺激经济 然后采行那个宽松货币政策 然后解决现在的一个资本大量外流的 这样一个现象 是非常谢谢吴佩珊老师 您的解析说明 我们针对中国大陆人行 15号开始调降人民币存款准备 经济率一个百分点 那么来解析 释出哪些讯号 还有带来哪些冲击跟效应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有关美国股市 上周暴跌 引发全球主要股市纷纷下锁 您怎么样来看美股这次重挫原因 到底有哪些呢 以美股重挫来看的原因 就是它的十年期债券殖利率 创新高跟美元指数持续走强 这个其实也是美股重挫的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那个如果它的那个 债券殖利率一直增加的话 其实在美国的一个企业 它借贷成本不是也是会升高了吗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于美股多手走势是不利的 再加上它的那个美元指数又持续走强 老实说那个外资卖股球线的一个压力 就会增加 但这两个因素 像美国这样在五国的一个常债能力 就会有要去更加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常债的负担 是不是会更重 那如果今天它的常债负担 导致它无法去偿还债款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更容易引起那个全球股市的一个 连续暴跌的一个现象 那个美股上周暴跌引起全球股市 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的下挫 那它的起因不外乎 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 大家都很关注的那一种中美贸易战争 以及长期殖利率 长期殖利率的话就是那个费的四次升起所引发的一个长期殖利率的一个增加 那个中美贸易战时的关税一直增加 那所以其实对出口就是更多出口金额的商品提高更高的关税的一个现象 是一直在进行的 那它一直增加它的一个关税课征 这两大国之间的一个贸易战 那其实在短期间之内的话呢 似乎是不会停止那个关税的一个可征的一个现象 那虽然是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其实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影响是全球的一个经贸关系 那会引起的最重要就是各国就是以美元计价 或是从他们国家进口来的那个商品的物价就会增加 那当进口物价增加的话 那它就会导致一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会增加 通货膨胀率增加之后会对民生消费有什么影响 就是民众就会降低去购买的欲望 那这时候就可以发现说 美国的一个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啊 其实就很显现的在那个六月份的资料中可以发现 从那个时间开始呢 就会发现它的一个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就一直没有在成长就一直在减少的 那这是第一个贸易关税问题 第二个就是那个FED升息的问题 它是为了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量化宽松的政策 才一直升息然后让殖利率增加嘛 所以呢殖利率增加的话就是 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现在是来到了3.23% 那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来到了3.4% 所以公债殖利率也一直增加 或者导致人民可能呢 就不会去更多钱投资在股市的 为什么呢 因为殖利率代表就是美国政府建你钱的利率嘛 那如果今天你跟美国政府建前其实代表的 其实就是一个风险性很低的一个那个投资行为 如果今天股市的一个报酬率是5%好了 那你的一个殖利率有到4% 那你会采取的一个投资策略可能会去选择那4% 因为相对来讲它风险性是低很多的 而且它也达到4%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对于那个美国股市的活落啊 就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就是那个美股暴跌 几个重挫原因就是殖利率 还有美人指数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关税问题 那最重要当然还是就是有关于殖利率上升的一个因素 是那吴北海老师 接下来美股的一些走势可能的一些影响重点 我们要观察就包括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美中贸易战 跟联准会升息的步伐吗 对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就是在于那个美股一个下跌当中 科技股有在重整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除了看10年期公債值利率之外 那也要看那个三个月期的那个美国三个月期的政府公債值利率 因为比较短期的像是三个月的一个公債值利率 才是一个近期可以比较观察出来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如果当那个三个月期的公債值利率 它有一直随着那个联整会升息的速度增加的话 那如果它反映的一个结果是很可能看得出 就是它的升息速度会不会导致一个资产膜化的 就是预测的一个指标这样子 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美国三个月公債值利率都还在上升起 还不知道它会上升到什么时候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长短期历差的一个反转之前 其实在美股下跌的现象可能都会一直还存在的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各项数据表现还不错 不过从上周开始暴跌 引发全球主要股市纷纷下挫 那么到底有哪些原因还有未来美股走势 有哪些观察重点 以及我们关注有关大陆人行从15号开始 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利率调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释出哪些讯号还有带来哪些效应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空中大学商学系讲师吴佩珊 那么带来你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